台中有一位刘先生三年多前罹患了食道癌 一度是想放弃治疗 但是他的家人不放弃 鼓励他来到台中刺激医院 医疗团队是先透过化疗来缩小肿瘤 再手术切除 成功重拾人生的他 现在已经戒除了烟酒槟榔 当个快乐农夫 而这些年也透过行动来感谢医院 只要蔬果收成都会带到医院分享 回诊这一天刘先生除了人道之外 还有这一推车的水果 我们自己种的鱼皮 我完全都没有撒农药的 这个要送给柯医师吃的 为什么 要感谢他 柯医师你好 还记得不只是吃的那个枇杷 之前香菇什么的 我们家都不用去买菜了 对他和家属而言 即使送再多东西 都不足以表达对柯医师的感谢 三年多前 他罹患食道癌晚期 病况很不理想 食道要全部拿掉 那胸腔要开刀 肚子要开刀 所以这个相对来讲 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 有一个姐姐说 离心脏没有0.1公分 她还能把它拿出来 实在那个医生真的有够了 那个当下她开刀出来 跟她说那两个姐姐 她已经把它顺利拿出来 女儿真的说我真的很想跟柯医师柯头 我们也认为说柯医师你真的是我们的恩人 手术顺利 持续追踪都很稳定 刘先生也180度转变 2023年跟女儿受证 一起成为慈祭之工 科医师当时愿意为病患一听的决定 才能让刘先生丑获新生 大爱新闻 杨俊廷料学姓江丽君台中报道